《三言两语》 这么一种关系的问题 这也是根据我多年的一种经历 和我自己的一种知识的积累 我发现这对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那所以呢 可能我在聊的过程当中 有些交叉 但是呢我提供的每次的视角 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你比如说今天 我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叫选择与别无选择 那这其实也是 我一直都在聊过的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 因为选择呢 它肯定代表了一种人的主动性 人的一种自由意志 就是我们要选择什么东西 我从自己的一种主体性出发 我想实现什么 我有一个这个目标设置 我根据这样的一种目标设置呢 我调动自己的理性的能力 可是呢 当我们想要努力的实现自我的时候 你调动你的这个理性的能力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要调动的不仅是理性本身呢 我们还要调动的 你能够选择这个东西 就表明你是别无选择的 因为别的人可能 不可能做出像你这样的一个选择 而别无选择呢 它其实是一种什么 我刚才说选择是一种主动性 是一种自由意志 而别无选择呢 可能它是一种被动性 它是你的被规定的东西 它是一种必然性 它是一种自然层面的东西 所以似乎是远离了你的自由意志 那么我今天的一个主题 为什么叫选择与别无选择 其实我这个话题可以换成 叫选择与被选择 但是我恰好为什么在 别无选择我用的是别无了 其实别无选择 比被选择来说 它在被动当中 它是蕴含着一种 对生命的 积极的一种肯定的态度 我被选择就是 好像我完全没有发挥 自己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的余地 但是当我说别无选择的时候 在这种话语的背后 它有一种使命 有一种担当 比如说 我是一个国家主席 我就是我在这个职位上 我别无选择 说那么大 比如说我是一个父亲 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说我别无选择 我必须做好一个父亲的角色 对吧 那我是一个老师 我别无选择 我既然是个老师 我要做好老师的角色 大家看我记得这几个例子 你会发现 这个别无选择 它其实后面是有使命感的 是有责任的 是有担当的 所以我说的这个选择和别无选择 表面上它是一个一对范畴 但其实在我看来 它要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所有的选择 都是在别无选择当中 做出来的选择 也是在别无选择当中 所成就的选择 同样反过来说 人的所有看似别无选择的东西 其实背后都能够蕴含着 你的有所选择的余地 正是有所选择的余地 证明了成就了 你的别无选择的一种规定性 就是如何你把这种外在的规定性 转化为你的对自我的肯定和规定 或者说把一种外在的一种 支配的一种命令 或者因果关系 转化为自己的康德意义上所说的 从内心呼唤而来的 自上而下的一种绝对的命令 那为什么我说这种绝对的命令 它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表面上它是外在的 好像也是极高临下 你要服从某种呼声 绝对的命令 但是实际上 这种绝对的命令 它是你的内心的必然的东西 就说是你符合这种绝对的命令 其实实在符合你自己 就是你实现了你的一种高度的一个统一 在这个统一当中 你彰显了自己 这是我说的这个所谓的别无选择 所以我就想到 其实我以前应该的节目当中 也说过这话 也引用过这话 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 我站在这里 我别无选择 我曾经经常是这样评价的 表面上 马丁路德的这句话 它是最被动的一句话 对吧 就是说是上帝命令我 我必须要掀起一场 所谓的宗教的改革 但这个改革是外在的东西了 我是否要让这个世界 引起惊天动地的变化等等 这些外在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选择 是停留在外在的层面 表面上是你的选择 那才叫真正的被选择 因为你是迎合的是 别的东西 别人的眼光 你的历史的地位 你的成就 你的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 这种选择很多时候是 唯选择 是伪装的选择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因为你并没有听从 内在的声明 所以马丁路德在他说 我别无选择的时候 并不是说 好 我就是要成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 我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功利性的一个目标 想要成就什么 而是说 他所说的这种 被选择是说 他本身是 不情愿的 但是 他被安排在这位置 他逃不掉 就是你规定了你这一生 人一生嘛 我以前也说过 我们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以为你能做多少件事情呢 你选择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那些事情可能都是耗费你的 让你耗费了很多 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 真正属于你的有意义的事情 恰好就是 那个点 那个被选择 就别无选择的一个点 是吧 你就发现 原来你就是 被某种神圣的使命 所使用的一个瓦器 我们知道这个瓦器呢 它质量有高低 有些用黄金做的 有些用珠宝做的 有些用一般的泥土做的 有些看上去很美很完整 有些呢 有些已经破碎成 就像一个瓦片一样 我现在告诉大家 每一种这样的一种淘气 或者这样的一种器具 都是不用选择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个器具 它是可用的 我请弟子吧 比如说 我有一个黄金的 一个器皿 上帝就造我的 或者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天资 那看起来 这个黄金的这个器皿 是有很多种选择的 它具有优越的条件 有优越的材质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你这个黄金的器皿 你真的是可以 因为你的这个出身好 你的材质好 你做得非常的珍贵漂亮 你就能够想干啥干啥吗 你就能够 什么事情都能够实现 属于你这个黄金的器皿的价值吗 显然不是的 对不对 我们想一想吧 黄金的器皿 如果把你这个器皿拿去 好 我今天想干啥干啥 我就把器皿拿来做一个夜壶吧 做一个土痰的东西吧 或者把这个黄金的器皿 我就堆点土 我去种一个西红柿吧 种一个花草吧 你这叫做亵渎你的器皿 那黄金的器皿可能恰好不适合 拿来装东西 它就适合作为摆设 是吧 摆设到它最能够灿烂辉煌的 体现出一种贵气的一个地方 尊贵的地方 对吧 那我们再说 可能一个高级的这个陶瓷 是吧 做的一个器皿 这个器皿看上去很美 但是可能 你真的认为它什么都可以做吗 它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是吧 说不定一摔就碰了就摔破了 它就毫无价值了 是吧 那么再说 如果是一个 一般的泥土所做的一个杯子 或者器皿 看上去 是吧 它好像出身很卑贱 它是用最低劣的这个泥土做的 但是它的用处是 别的器皿是无法取代的 是吧 它可以做饭 可以装水 可以有很多的用场 它的别无选择恰好是 实现它的价值的机会 我们再说 如果这个器皿就是摔破了 这个器皿就做成了一个畸形 它就是一块破的瓦片 你以为它就没用吗 是吧 破的瓦片可能最后它能够 咬点什么东西 能够做切割什么东西 最后能够填补房子的最后一块 什么样的东西 它最后它防脚石 它也有它的这个用场 对吧 所有这些 我举到这个例子 我以这样的一种 不同材质做生的一个器皿来出发 难道你这 你们看到中间的选择 与别无选择的关系 所以重要的是 你并不是 并不是说 你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是吧 你看上去好不好看 能不能外在地打动人 能不能表面上具有一种 这个这个 欺骗人的一种魅力 好像你是无所不能的 没有无所不能的东西 人的所有自由 都是在别无选择当中去成就的 而且每一个东西 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价值 正是这种别无选择的规定性 才说明 它一定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是吧 它才能够 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之下 正是自己的别无选择 知道自己几经几两 认清你自己 知道自己的成色 但是呢 既不自卑 也不自夸 它能更好地实现自己 这是一种平和的 从容的姿态 去看待我的人生的有限性 看待我被规定的这个位置 我们很多时候 人呢 变得焦虑 变得走激丹 变得心态不平衡 就是因为 我们不明白这个 选择与别无选择的关系 不明白人在自由 和被规定之间的一种辩证 是吧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去 比较从容的 正视自己的努力 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 价值和能量 对于自己 不可实现的东西 超越自身能力的东西 我也知道 我要保持理性的这种无知 保持一种能力的一种 自我的一种设限 就是你要自我的 去限制自己 一个人总想去觉得 我就应该什么都做 才叫自由的话 结果最终 你的自由是毁灭了你 是破坏了你 而且你也破坏了你 自由的一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